你 干得怎么先了 不然呢 我应该要坐在这里 欢欢喜喜地做你的小妾 还是半夜躺在你怀里 听你说如何辜负我妹妹 还是你要用卑鄙的手段 逼我乖归就范 母亲 母亲 你非要这么和我说话吗 你这个臭小子 在你节日大喜的日子 你在外面捣什么蛋哪 走走走走 走 我知道你难受 我不比你好过多少 你误会我们了 我们没有 你们没有 没有 走 我不想多说什么 可是我有我的苦衷 请你相信我 我心里只有你一人 难道展山后面 你和锦绣说的话 是我的幻觉吗 你当我们姐妹俩都是傻子吗 若你下得去时候 就来吧 是你辜负妹妹在先 又让你父亲逼迫我服下生生不离 你 言非白 你到底有几副面孔 你服下了生生不离 你到现在了还在装 我还对你抱有什么期望 真是我错付了珍惜 你 珍惜 你也喜欢我是不是 我只是眼下看错了人 你还记得 在你小时候 曾用大功救下一个 困在风马上的男孩吗 那就是我 后来你来到了原府 我是凭着你做的弹弓 认出你的 没有人知道 那时候的我有多开心 我迫切地想与你相认 可是我不敢 因为我 身边的名枪案件 太多了 我不能 也不想把你 拖入我的危险之中 所以我默默地 对你忍住了思念 可是我万万没想到 人的感情和思念 是无法控制的 我越是默默地 不想打扰你平静的生活 但心里的那份想念 就会越来越神重 目前 我喜欢你 可是我不敢靠近你 因为我生怕别人知道 你在我心中的位置 我怕别人会对你不利呀 在我非白心中 只住过一个女子 只住过一个女子 那就是你花木槿 那就是你花木槿 我会带你 像带我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 相信我 别恨我了好吗 我只相信我自己看见她 听见她 没有任何人 可以欺负我妹妹 我花木槿 宁可欲碎 不会挖全 今夜 你要是敢碰我 我就死在你面前 从今日起 我将花木槿 许配给非白为妾室 Nä KAT ca 高达 我看 Noel 所觉着 它 coy 姑娘 你怎么了 为何 人世间所有的东西 刘妃所愿 奴婢不知道姑娘求的是什么 但是在奴婢的眼中 姑娘美若天仙 得尽侯爷宠爱 姑娘身上的一件衣服 就是奴婢一年的凤露 姑娘屋里的一件紫檀桌架 就够奴婢全家吃一辈子了 包括奴婢在内 紫园多少人 都深深羡慕着姑娘呢 是啊 我也没有想过 有一天我也会穿上绸缎的衣裳 喝上雪哈 睡在紫檀木的床榻上 姑娘日后只会穿得更好 住得更好 我八岁第一次来到这里 我感叹 紫园怎么可以这么大 厅台楼阁 怎么可以这么起宣啊 富贵的感觉 就像是我站在紫园 俯瞰整个西渡 以为可以掌握一切 保护命运 包括命运 侯爷 卖身契已经交还于你了 你若想离开紫园 随时可以走 我会送你一座府邸 黄金白两 绝不失言 锦绣不会离开侯爷 锦绣哪里也不去 好 那就随我 一起上趟京城 嗯 我需要你 是 木槿 是人家父子 逼你成为原非面的世界吧 木槿 你不怪我太弱 眼睁睁地看着你 飞入狐坑 赫狗 你没事吧 没事 光潜 你今日是怎么了 对不起 大公子 小人失手了 起来 比武场上 就该如此 若我们想着一心相让的话 这事倒是无趣了 属下鲁莽了 大公子无事吧 我倒无妨 只是 光潜兄是否有什么心事啊 何大公子 小人 忽然想起些往事 觉得命运 当真是不公 如我等身份低贱之人 有时 竟连自己在意的人 也保护不了 眼见对方跳进火坑 却也无法施以援手 是啊 皇上已经下诏 命父侯 前往进京 商讨我和淑媳公主的婚约之事 即便我是万般的不侠 可作为原家长子 我必须去娶我并不喜欢的天家贵女 在这个世间上 无论高低贵贱 只要你不是身居高层之人 命运于谁 都是不公平的 是 我便被迫 被带入皇宫 名为 伴独 实为 赤子 添加的公主们 总是喜欢 拿我做乐 羞辱我 命之于人 永远是所想非所得 难怪那么多人 总想争权夺势 其实 他们争的不是权势 而是操纵命运的资格 大公子放心 这婚 你未必结得了 这话 你可不敢乱说 皇上已让原家和杜家入京 婚事不过是个由头 这天下 竟会有大动荡 大公子 二小姐 宋舍人 侯爷传二位去紫辰阁议室 你看 这风 已经起了